这个在浙江农村的黑人女孩到底什么来头 凭什么能够被大家称赞是非洲李子柒 马斌说的家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 奶茶都喝过吗 你见过在农村的土锅土灶上做奶茶吗 而且更有冲击力的 这还是个非洲姑娘做奶茶 她就来自浙江泥水农村的一位乡村美食博主Rose 中国的美食没有她驾驭不了的 儿子想喝奶茶 农村没法像城市那样说点个外卖就送到了 这非洲姑娘就自己做 第一步是天柴烧火 大铁锅里把水烧开了 加上红糖给它煮化了 然后呢 在这个红糖水里面 把那木薯粉放在开儿就搅和搅和搅和 搅拌均匀后再搓成丸子状的形状 搓好后再下锅煮熟了 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它就做好了 这之后呢 用小火来炒茶叶 哎 加点糖继续炒 把牛奶倒进去煮得变色 一杯珍珠奶茶 它就做好了 这个做奶茶啊 这是Rose的一个小小小技能 水煮一地锅鸡 多嚼鱼头 四肢火锅各种零食小吃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出来的 那这么会做中国美食 还操着一口流利的浙江味的普通话 那显然已经在这生活很长时间了 那它从哪来呢 它来自于非洲小国乌干达 这个乌干达位于非洲东部 号称是非洲民猪 野生动物特别多 号称非洲五大兽的大象 豹子 犀牛 斑马 和长颈鹿 在这随处可见 这个乌干达还是世界著名义夫多妻制的国家 随便一个男人娶个七八个老婆 家常便饭 所以呢 应该女性在当地的地位也不会太高 这Rose呢 家里哥儿有七八个吧 有七八个孩子 二十多岁呢 出来打工 就给一家家具公司打工 这家具公司呢 正好是中国人开的 那他就慢慢的还学习中文 偏偏在这儿遇到一个中国朋友 一个来自于浙江的里水的女孩 你看当我说到这儿你就能猜到几分 哎 这个中国女孩觉得这Rose 性格太好了啊 是个实在的好姑娘 于是呢 就把自己单身表哥介绍给她 但在表妹牵线之下 两人一拍即合 她得对上眼了 再往回来 那就是Rose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两人就开始回到这个中国里水农村生活了 这其中其实有很多困难 首先因为那是语言 那来到里水以后啊 靠老红帮助三个月后 Rose就基本能够正常用这谱交流了 那想要真正的入乡随俗啊 那得还和周围的乡亲们搞好关系 这第一步叫拉近距离 这Rose他性格开朗啊 还帮人干活 是热心肠 我的热心 哦 好像你一把火 这Rose就这样 六点钟起来帮邻居大姐 那时候去菜茶叶 这干活细致不说啊 还扛着袋就帮他去卖茶叶去 而且要跟这个老板讲价 老板就说了 哎呀 这茶叶不行 两块五 那不行 三块 你看这茶叶这么漂亮 这三块我给不了呀 哎 两块六 不行我把茶叶拿走了 哦 行 两块六又给你了 过两天呢 这隔壁啊 这个邻居菜茶叶 一个大姐说 Rose啊 谢谢你啊 你帮我卖茶叶了 来 给你把这个梅干菜 二话没说 接了梅干菜 回头就走了 然后从厨房 啊啊啊啊 一会儿 忙活一会儿 端了一盘梅姨菜扣肉 又给大家给送回去了 你看 礼上往来 一来二去 这Rose就和周围的这个邻居们 就处得特别的好 大家呢 也就把他当了朋友 不见外了 您看 邻居鹰子 罗梅 都是他的闺蜜 到了圣诞节了 哎 这种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Rose就忍不住想着 远在万里之外自己的家人 闺蜜们知道他想家 就早早穿着统一的红毛衣 来陪他过圣诞节 这Rose也逮了一只大火鸡 三下午 初二收拾干净 然后用黄油和黑胡椒 腌一下 然后放着烤箱里烤一会儿 再烤点提吃 弄点蛋挞 家门口 咱点对篝火 摆着圣诞树 然后呢 这村里四朵金花 就开心吃着火鸡 吃完了 大家就跳 我姓就来了 非洲人Rose 这爱唱爱跳的小伙伴 压不住了 听着非洲音乐 就蹦蹦蹦蹦地跳起来 乡村四朵金花的锁碎日常 让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快乐的影子 所以你看 你来我往 这些中国人深谙的人情世故 乡里乡亲的这个处事之道 Rose全部了解 全部融入 那很多网友就说了 哎 那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仅要跟Rose学做饭 在人情世故上 那也得跟他学呀 好各位 如果您家喜欢好内容和频道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咱们下期 再见